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晴朗的夜晚 后遇你的浪漫 难忘的片段 听说炙热的喜欢 可以融解冰场 每天对你说晚安 如果你也习惯 也喜欢你的眼眸 岁月都温柔 风尽头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慢慢走 如果可以穿梭这个宇宙 看你在你毫满 这颗星球 我愿意为你守候 花样这时空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彩了星航在左右 如果可以 其实任意星球 在整个宇宙和你写好 这张好看 你看 这张也好看 你看你这张 笑起来还挺甜的嘛 这张我眯眼睛了 不行 上了 我觉得这张挺好看的 那就留着吧 杜儿 你知道谈恋爱都这样吗 瑞哥 要不你谈一场恋爱 我现在只想一心帮老江分红 他不红 我没心思 他两人都要双下巴了 必须得上 我觉得这张也挺好看的 都好看 都留着 我实在受不了 二位 是不是想个照片 咱能不能回家看 这点儿挺贵的 肚子疼 我得先登上厕所 老江 今儿这安排还可以吧 嗯 挺好的 说正经的呢 还行吧 这样一来 以后给老江安排通告 肯定特别配合我 我问你啊 你最近跟江南有什么新动态 我们一起拍了一个写真 写真 江南拍宣传照了吗 我看看 我的天哪 你们拍了婚纱照 你们这假戏真做做得比真的还真啊 我们这个就只是工作 是为了配合她歌曲的二次营销 你可拉倒吧 工作照发朋友圈 我也没有想到她会发朋友圈 你看看 可甜了 好 大黎 你能不能把你那手机链声换一下 她 我说大哥 你别笑了 那嘴都脸后脑勺去了 咱能不能先想想明儿 中午成子父母结婚纪念日 作为何家欢正式开张的日子 我怎么办呀 你这岳父打了不下仨电话给我 说我明儿中午一定要到 那就去呗 我继续当我的好女婿 你继续演你的包装 说得还挺轻松的 我眼砸了你可别怪我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又干吗呀 回头你就知道了 赶紧接程去啊 姐 姐 你们别喝了 咱早点休息吧 哈 你过来 你看我 我好看吗 好看啊 那我和之前有差别吗 没有 我觉得您和以前啊一样漂亮 骗子 姐 走开 为什么要跟那个豆芽菜派婚纱找 明明那个人应该是我 为什么 徐老师 今天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点名要上你的课 我带你见一下 你好 徐老师 我可是千里迢迢牧民前来的 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先去准备一下 先休息一下 顾佳怡为什么会找到我 是因为江南吗 那我到底该不敢交代啊 不交 目前没有别的学生了 要是交 江南会不会生气啊 算了 别多想了 赶紧上完课 好去何家欢 庆祝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我今天是太高兴了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这儿没你的活了 好 你这人 许太强你是不是疯了 你偷藏私房钱的事 我还没给你算明白呢 你又问我要钱 你是不是疯了你 媳妇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浪漫哪 这叫笔心 笔心 这不是要钱吗 要钱吗 这不 笔心 给 给我的 那当然了 这个可是我藏了 好几天的私房钱给你买的 财力有限 只能给你买个摩丧石的 是 我以前就想啊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给你买一个大钻戒 让我媳妇美美的 年轻的时候啊 你跟我受苦了 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别人有的你必须有 快 干吗呀你 快点快 你讨厌 江南 江南 叔叔阿姨 要不你们先忙 别别别别 我们不忙 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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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是 你戴个大口罩干吗 今天是何家欢的大日子 我还是低调点好 对 明星都这样 明星 都这样 就是 程程呢 还没到忙 快别提了 刚来电话说秦行临时假课 你说这孩子 这么大喜的日子 也不说请个假 就是 不管他了 第一次上课 不太了解你的情况 你学琴是因为 我之后要演的一个角色 需要会弹一点钢琴 一听说要学钢琴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许老师你 你还是叫我许多程吧 我们都这么熟了 也别见外了 我叫你程程 你叫我嘉怡 好 嘉怡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 首先呀 我们要尽量避免手指加盖 碰到琴剑上 手呢 拱起来成半圆状 手指这样轻轻地落下去 其实 之前我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候 他教过我 他也像你一样 坐在我的旁边 手把手地教 但是如果基础没有打好的话 后期可就不好纠正了 没关系 反正也是拍戏需要嘛 镜头里看不太出来的 你的眼睛那么好 肯定不只是想要做表面上的工作 对不对 而且镜头里呀 一个细节处理不好 就会很容易穿帮的 你和当年的我呀 还真是有一点像 对了 江南最近还失眠吗 她呀 她睡得不知道有多好 每天一沾着枕头就着 而且她睡觉也太不老实了吧 打呼噜 磨牙 踹被子 真的是要被她吵死了 是吗 懂吗 下面我宣布 何佳欢正式开业 非常感谢老顾客的光临 今天所有的菜品全部发折 各位有请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请请 来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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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来啊 请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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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老板 包总 您可来了 你这大驾光临 我彭壁生辉啊 包总 那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包总 我们何佳欢的大贵人 快来快来快来 包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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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你了 包总 人家是玩投资的 那个实力雄厚啊 背后有个什么 有个 鸡筋 对 鸡筋 有鸡筋的 鸡筋的 鸡筋的 包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江南 看 一表人才 祝您歌手 平时写着歌还能唱唱歌 不是我吹啊 很有才华的 幸会 幸会 江南啊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敬包总一杯 算认识了啊 好 那个 包总 我跟你说啊 就是 江南啊 他在音乐圈里 很厉害的 很有才华 是吗 小伙子 你看看 你岳父多用心啊 是不是 行了 包总 别站着聊了 快进去吧 进去聊 这 不是 你们这是 你 你 奥运 叔叔 你好 我叫展芝林 我也是程程的追求者 这 这 你看这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 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啊 你 干嘛 打起来啦 打什么打 打起来能为动静啊 缺心眼啊你 快来 快来 干嘛呀 你就说这江南哪 太可怜了 我本来打算找这个包总啊 投资他 包装包装他 没想到遇上一个横道夺爱的 这包总对他 能有好印象吗 你静下操心 江南哪 长得帅 有才华 重名歌手 这个姓展哪 长得也好啊 看他的穿着 看他的打扮 看他的打扮 也不是个一般人 我一直以为咱们家程程啊 不好找对象 我真是没想到 咱们家程程 还是个强手啊 你怎么会 我跟你讲啊 啥面子不面子的 关键是咱们女儿的喜患 行了 别偷听了 我去帮大林去了 她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去吧去吧 她已经别听了 快去吧 你快走吧 程程也真是的 到现在也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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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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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你珍惜的人 那我妈呢 我妈也是我珍惜的人 可她被你们害死了 你要有什么愿意 就冲我来 你到底怎样 才能帮过许多招 我不会放弃许多招 我就是要你 每天担心的 我就是要你不高兴 但是 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展芝林 抱歉啊 耽误你吃饭了 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猜应该谢谢你吧 那么认真教我钢琴 而且你还那么便宜 我的意思是说 你课时费那么便宜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只要有收获就行 对了 我今天来学琴的事情 你就别告诉江南了吧 他这个人心思重你也知道 我怕他又误会什么 我不跟他说 爸 是我 程程 打你电话半天你也不接 这开业你也不来 你干吗去了 在哪儿呢 爸 我上课不方便接电话 而且刚刚我连了雨 换件衣服 这就过去啊 不是 你找个人接个电话 你也打个电话 告诉我们一声啊 你想急死我们呢 爸 我错了 我这就过去 给您赔罪 行 江南刚走说有事 你替我谢谢他 好 徐大强 干吗呢你在 跟谁打电话 后面都忙忙的不行啊 快快快 赶紧的 好了好了 你妈叫我啊 我先挂了 拜拜 欢迎光临 您稍等啊 马上 睡好了 慢走啊 嫂子 小杜 你怎么没走啊 南哥说这边忙 让我过来帮个忙 谢谢啊 那我先上菜去了 大 姑娘 你可来了 我先做了一道菜 你尝尝 来 你尝尝 慢点 慢点 咸 怎么样啊 咸了 淡了 不是你倒说话呀 好吃 这个再给我吃一会儿 那就好 可不行再来一块儿 那是给客人烧 我让爸爸回去给你烧啊 那我出去帮我妈忙了啊 你赶紧 赶紧 赶紧 咸了 赶紧 公子 今天怎么那么有空 约我来喝咖啡啊 顾佳怡 你找许多诚到底想干吗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你找谁教钢琴不行 为什么偏偏找许多诚 还是在他和姊姊一起 别忘了 李宗盖 发给你 画出的 李宗盖 你怎么会 我们在对他的 会比较是 也需要 好 好 我们饭馆的那个小斩 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呀 哪个小斩 就斩 斩之林 他呀 是我秦行的老板 那你跟妈说实话 她是不是有点喜欢你呀 还跟我们说她在追求你 你别定在瞎说 没我的事 是吗 闺女 妈也是从你这个年龄过来的 那些事情妈也都懂 看我们家晨晨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可爱 有人追这是好事 妈也特别高兴 不过 晨晨 你现在跟江南在一起 你就要对人家一心一意的 知道吗 知道了 放心吧 明亮的焦糖色 是夏天的记号 你的笑声像反轨的气泡 冷归的情言 冰箴的味道 你的手敲开我 假装得高 这感觉不太妙 我的心 烈和蓬肉的燃烧 是不是你放了 喜欢做茶料 每一天因为你变得美妙 我喜欢喝了鸡翅的味道 想靠近你不回你 强出刚刚好 回忆偷偷在可乐里发酵 我想要做你永远的一口 小杜 你嫂子离开何家欢了吗 哥 我嫂子说她先去看兜兜 然后再回家 你再耐心等会儿 不躲也不少 就只挂在你未完的嘴角 散着两年后陪着我们 到老 隋医生 痘痘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也知道这个病 我们都在努力 还有你 一打拉凤一定要定期注射 不能耽误 无论我怎样试图不要去想 可这就是我的未来啊 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这 她不会是药 城长 这花是买给你的 都是你喜欢的 江南 我有事跟你说 我打算明天搬走 我打算一下 你还想过 ,你现在还你 是 我的 我打算 你让我建议 绯闻风波都已经平息了 我们的合约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放心 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去了 许多长 我承认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那份合约 但是现在那份合约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份合约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 我还钱的事情了 其实 我今天是想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许多长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没错 我喜欢你 但是 只是歌迷对歌手的喜欢 并不是现实中的你 我们一点都不合适 我记得你 在这边 我可以想跟你说 我记得你 我想过我 你只是想听 我想不可以 他不想你 我可以 江南 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不能陪你翻越山川 见证星途 洗手以后的人生 对不起 洗手以后的人生 你起了 你在我门口待了一夜 我不敢回房去睡 怕你收拾东西 悄悄地走了 别这样 我想了一个晚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还需要磨合 我愿意为你改变 你不用为我改变 我真的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喂 包大人 诚诚 老江在吗 他电话没人接 你跟他在一起呢吗 你等一下 是包大人 喂 疗养院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不接都给我打过来了 疗养院的地址被爆出来了 现在一堆记者堵在疗养院门口想采访 你赶紧过去看看 知道了 我要先去趟疗养院 是不是阿姨出事了 你在家等我回来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现阶段对你妈妈很关键 她偶尔可以认人了 如果再受刺激 会前功尽弃 要不先给她换个环境吧 医生 我妈之前跟我说过 她想回老家 您觉得可行吗 当然可以啊 新的环境 最好是她熟悉的环境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这段时间也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董事长 不客气 知灵最近在忙什么呀 展总最近常让涛涛去疗养院 什么 把她给我叫来 展总下午就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你没说 现在给我备车 是 董事长 你忽然不走 你尽管我 你来这里干吗 还嫌害我埋骇得不够惨吗 你还嫌网上闹得不够热闹吗 我也是刚知道消息 她很好 你不用担心 可以走了 我能远远地看她一眼吗 不必了 请回吧 好 你不用担心 我能远远地看她一眼吗 江南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一直努力想缓和 我们两家之间的矛盾 我想 这对你妈妈也是有好处的 你不用说了 这么多年 我妈连我都不认识 更不要说还会不会记得你 所以你做的一切 都只是徒劳 只会增加你我之间的痛苦 那 能把这束花带给你妈妈吗 你在哪儿啊 有话说 江南妈妈疗养院的地址 是不是你报出去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 过去的事你就让它过去吗 过去 怎么过去 这事我告诉你永远都过不去 把这事不安逸 我 molta白带让你再说 你自己也嫉弄不得了 你跟我说 我说是 你就是 我说是 那阿强 但我说是 阿霞 你怎么这么老了 你的大辫子呢 姑姑 没事的 慢慢来 对了 忘了给您介绍了 这位是许多成 您好 好 这姑娘长得尽巧 姑姑 那我们先进去吧 你看 宽顾着说话了 来来来 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 我们先走 一黄十几年了 第一次回来 这个是你小时候吗 这个啊 是我三岁的时候 真可爱 那这张照片呢 好像是刚上小学的时候 还带着小红领巾呢 哇塞 你得了好多的奖杯啊 那当然了 小的时候 我妈发现我喜欢音乐 然后就喜欢在舞台上唱歌 所以就经常带我去参加一些 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 你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吧 从小优秀到大 那既然我这么优秀 你真的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 这些照片是不是应该收起来 别被阿姨看到了呀 是啊 还是你想得周到 我们快收一下吧 这是我爸 叔叔一定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吧 应该说是天度英才吧 我爸虽然走得早 但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活着 好 南南 澄澄 吃饭了 好的 姑姑 马上就来 我们快收一下吧 哥 江南带他妈妈回老家了 喂 许多诚 你在哪儿啊 我不再信海誓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吧 许多诚 难道你真的为了他 你 命都不要了吗 我反正也没有多少自由的时间了 我不想领雨遗憾 你 彩云 我先去洗个手 你自己吃啊 嗯 太阳晒久了 一起来容易头晕 好 澄澄 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下 这儿我看着没事的啊 好 谢谢姑姑 你吃什么呢 没什么 维C 我也吃一个 我这次来不知道待几天 没待几片 这么小气啊 我去药店给你买瓶新的不就好啊 我只吃这个牌子的 药店买不到 你怎么了 我 江南 如果 如果我 connections 就词 都在咱旅 你照亮 口白只敢偷偷一脸 幻想只敢拥抱你的背面 我的心思只敢让许愿书听见 一二三 你口开我心门 我忽然变得笨 好像木头人 想念还在夜里发纹 在他心里给我的几分 为什么我变得很奇怪 你的每句话都很难猜 最好的安排 有一波人还不想再等待 一二三 从此牵你的手 只剩余姐姐不再让你逃走 抬起头望着你的眼眸 点点滴滴分享 喜怒哀愁 别害羞 给你全部温柔 满满宇宙我会毫无保留 听前奏 这一颗伸出的手 两个星球 终你不再漂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二三 一二三 从此牵你的手 日日夜夜不再让你逃走 抬起头望着你的眼眸 点点滴滴分享 喜怒哀愁 别害羞 给你全部温柔 满满宇宙我会毫无保留 等前奏 这一颗伸出的手 两个星球 终你不再漂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